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每一位来到中国新歌声的学院来说 从上台到下台也是一次艰苦的修行 为的就是取音乐的真经 我们的乐队叫取经队 西街取经队的取经队 有点意思 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 是不是那乐手跟那些悟空啊 猪八戒也对关系 因为我们的keyboard手姓孙 然后我就经常叫他老孙老孙 然后我们的鼓手又很胖 就很像二师兄 然后我就是唐僧 另外一个base song就是沙僧 蛮有趣的 他们要来西天取经就对了 在这边很多音乐人 或者歌手是一个很向往的地方 然而这场专注音乐 修炼内心的音乐西行 又何止是学员们自己的故事 对于四大导师而言 求取每一位心仪的学员 同样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 每每遇上心仪的学员 导师们总是格外容易激动 然而越是激动 也越是容易和目标失之交臂 你觉得为什么我站起来吗 为什么 我在找我的盖子 你的盖子在轨道里 在轨道里啊 我的也掉了 好小的你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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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唱这个什么征服还什么歌 我要像刚才她那样子彻底都疯了 你可以唱唱看她那个 嗨 嗨 试试看 甩个头甩个头来 就这样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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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是别这样 我还是算 你还是别这样 我还是算了 我的选择上 eh 王丰老师 出师 不利的挫败之后 导师们总结教训 终于修炼出了各自的套路 信心满满的 迎接下一轮挑战 我是最后冲下来 你永远是最后 最后冲下来 起来 就是说明不冲也不合适 不行 代表说我真的听完了 你这个会被剪成花絮 .'" 我听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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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这声音马上为您捡题第一组花絮 听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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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完了 我听完了 听完了 听完了 我听完了 真的真的真的听完了 遗憾的是 深藏的套路 终究没派上用场 我们选择是 阿宁老师 汪峰老师 阿宁老师 汪峰老师 这个百家论坛一开讲 这不容易打断 我稍微简单地 讲讲我的想法好吗 简单一些 我特别有感同身受 我想说的是 首先是第一个下来的导师是我 刚才谁是第一个下来的知道吧 你是第一次睁开眼吗 你知道谁先下来的吗 那你知道我是第一个下来的是吗 你换个词吧 遗憾的是 深藏的套路 还是没派上用场 我的选择是 杰伦老师 哈林老师 哈林哥 我要如何存在 一记倒下 还有一记 在万用的套路失灵之后 机智的纳英老师 马上又祭出了新的杀手锏 投其所好 其实呢 想降服悟空 你们三位导师 必须得拿出自己的紧箍咒 我扮演谁呢 我想想 最终能拿下悟空的 因为悟空的神通广大嘛 我是白骨精嘛 我觉得中国风对我来说 应该比周杰伦更 更内行 对 因为在我最熟悉的年代 就是从西北风开始 西北风是 喝西北风的意思 你有在音乐上的小伙伴吗 都是在网上唱歌 那你在晚上休息不够 对啊 是吧 被发现了 被发现了 他好开心哦 被发现了 被发现了 好棒啊 不能再晚睡了 你不能再晚睡了 更不能去 周杰伦老师那了 他一宿一宿地 打那个游戏 你知道吗 我一直想和周杰伦老师 打游戏 我白说了 小鹰啊 你为什么自己挖坑呢 去他那边 我就不跟你玩游戏了 原来你是这样一个人 被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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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选择是 周杰伦老师 所以你看 平常打游戏也是有用的 代表说 你还是可以因为这样 拉到一位学员 不然他感觉好像要想要跑 跑到娜姐那边去 前一场就会遗忘 好帅 颜值就剩了 好美啊 颜值 你是可以让别人 在一首简单的歌里面 聚焦到你身上 我说老实话 这种最会骗女孩的 我觉得他这个样子 就是很阳光很暖男 他一定不会选重金属 和那个 就很硬的 不拥抱 不发问 没有加入激烈争抢的 周杰伦导师 一直很安静 但这招 以意待劳 却相当管用 是这丢果肉味 好像挺浓的 但被你抢到了 他们之间火药会很浓 我没有 我就是一切顺其自然 安静静静的 话不要太多 而且你绝不拥抱 绝不拥抱 抱一下可以吗 好帅哦 杰伦老师 你看刚刚娜姐 是不是拥抱了一下 她没选她 这拥抱可能是要不得 短暂的胜利固然可惜 但很快 导师们又遭遇了新的劫难 不知何时 可怕的魔咒 已经笼罩在 每一位导师的头顶 挥之不去 现在有两个魔咒 一个是听谁歌长大的 一个是拥抱 这两个只要实施了 就应该不到那边了 我从小到大 一直都听 那英老师的歌 一直一直都听 那英老师的歌 阿里面老师的歌 我吃水吃水 小 这两天天又能不能满天飞 很多都会说听你歌长大的 那我就想说 是不是你们不听周杰哥 你们就长不大了 而且其实每一次 都是杰伦喜欢问 你要不要说说看 你是听谁的歌 听谁的歌 现在他就不太敢问 我现在都不问了 都是他人在帮我乱问 他们偏偏还是要回答 我听周杰伦 魔咒是可怕的 但越做越勇的导师们 从来是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这份勇气 最终也成了 破除魔咒的终极法宝 从小学就听起来 小学 我眼睛一亮 有没有看到 悟空你就到师傅这儿来吧 我就开始听 周杰伦的歌 我的选择是 周杰伦老师 在成功拔除两大魔咒之后 中国新歌声的四大导师 又将重新启程 西行之路 前途漫漫 究竟还有哪些未知的艰险 在等待着他们 欢迎回到经理M6手机 真声音 本节目由内置安全加密芯片 经理超级续航手机 M6冠名播出 看完我们送上的精彩花絮 一起来看一看 今天还有什么样有趣的问题 向导师们提出 今天的精彩内容 就为您奉送到这里 想要走入 中国新歌声四大导师 绝密的安全私密空间 解密我们节目 独家的幕后花絮 一定要锁定真声音 下一周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 拜拜 战火再燃 全新导师战役首次出征 近400名学员 争夺48个席位 点击订阅中国新歌声 官方频道 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歌声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